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的话题可真是多元又有趣 从股市的波动到中国经济的未来 还有一些轻松的幽默对话 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谈到中国的股市 很多散户在这两年里面遭遇了不少挑战 但也有不少人依然保持着对市场的信心 甚至有人分享了自己对于投资的独到见解 让我们感受到投资的乐趣 接着大家还聊到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改革 预计会取消公贪面积和预售制 这样的改变是否会让市场活络起来呢 而在股市方面 对于外资的看法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多人关注着人民币资产的潜力 并期待更多的高端人才进驻香港 这些都为未来的市场增添了不少希望 最后对于炒股的心得 大家也分享了不少趣事 从养狗的计划到对于市场的见解 甚至还有关于大妈们如何进场的幽默故事 让整个对话充满了轻松的氛围 希望这些对话 能让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一丝乐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灾民说 还是超不过民主防火墙 纳粹这真免疫力还在 石木说 打引号的齿 Goodentalk 0000说 中国散户在股市套了两年了吧 这笔钱捞出来就也是信心 后面培养耐心资本 至于外补油资 看他们造化 喜极而泣 网络截图 要是我 肯定不会这摩采 Fox说 谢谢龙哥 李说 翻了下 庆功会咋餐杂了一段 何先生的自我反省会 笑到流泪的脸 Goodentalk 0000说 市场传言 据北京知情人士透露 明年中国房地产正是取消现存的公摊面积 预售制 参考新加坡模式 今年试点的城市包括 合肥 杭州 赵庆 湘潭等城市 国庆后全面取消公摊面积 取消预售制 实行效果将推向全国 Scott Wong说 十年 Fox说 这十年相当不容易 土工应该记住 老百姓的不同程度的配合 后面也不会一蹴而叫 Scott Wong说 不会一下拉到6124点 Fox说 问老何去 李说 今秋过庆 我咬着窝头就口咸菜 恭喜大家发财 笑到流泪的脸 Scott Wong说 幽默大师来了 李说 何先生站在川上 指点水流的方向 不关心浪花的回旋 笑到流泪的脸 论古事 好像少了拽 解 解那层的信息 笑到流泪的脸 大家少了一种参考 Scott Wong说 我希望多听甜点 专业人士的指导 甜点 说 不愧为老何阿实爷 得一门声 彼人所见略同 前二仓位已是港股 尚未启动呢 阿老中 你早上说的一串 里面凯莱英是小分子 CDMO 原懂你很漂亮 兹牙咧嘴咧嘴的笑 往前延伸不易 也不如大分子 CDMO 况且KERMO 更是独一无二 我说的都不是喜欢听的话 Scott Wong说 理性的投资者 会知道 你的意见价值连成 甜点 说 各有所好 开心就够 李说 我们这里 万把块左右 一只小狗在家里有人购毛过敏 一直在犹豫中 甜点 说 看来美股盘前还是不错的 AppFox 甜思燕说 要是带只狗去丹麦 得啥流程 甜点 说 去香港先待至少半年 简易合格 澳洲是这样 一个上海妹子曾经带过来 塞敏说 对于外资来说 人民币计价资产 现在有利率下降 和汇率上升双重利好 在此基础上 头部公司的股票 还有低估值这第三季 甜思燕说 香港更能吸引高端人才 未来大弯曲的大脑 塞敏说 这条红鞋杆的跨度 是2007至2024 李说 一无所知 笑到流泪的脸 塞敏说 对 尤其是中国的世界人 甜点 说 看到一个大V大概接近 后面港股拖着美股走 福克说 我问的题外话 您家养了什么宠物了吗 也行 塞敏说 但这些不行 福克说 年纪组长经常这样 据说 未看明天早上的升旗 今晚上7点30分红墙外 已经排满队了 老外的确无法理解 甜点 说 有没有人很奇怪 三四天胜过美利坚九个月 中国股市年初至今 跑赢美国股市 塞敏说 中国的体量 就算以探明储量好了 别说西方人 确实无法理解 即便是中国人 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 薄新 说 上交所赌完 银行赌 今天说 银正转账出现问题 年轻的A股 塞敏说 这就是我们 对自己体量 掌握不足的一个例子 云深解海 说 这其实是 金融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薄新 说 整体应该是清楚的 细节可能不够 跟着房子沉没不少资金 这一下点着了 塞敏说 坎贝尔说 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挑战 是莫说错 但他还是莫能执行合一 福克说 俺对一个普通的清洁工 都不敢傲气 你哪来的胆气如此傲慢 眼角含笑 塞敏说 对坎 利说 老钟也无法理解 斯卡夫网说 没有 准备退休后养狗 利说 水说宣传口 都是吃干饭的 洗脑于无形 代代相沉 还有谁做得到 老钟 说 现在出来的 还是死多头们的钱 等七天假期一过 再是大红盘 你再看他空者们的脸 等再长三天 蠢蠢欲动的 就是大妈大爷们了 这时候 我救出一半 薄欣 说 嗯 是这个意思 福克说 理解一下吧 他们是靠集体而存活的 薄欣 说 按照老黄 给的视频方案 还得来个三 二波反复 大妈不但进来 钱面赢得 还得带着杠杆进来 现在还没见 融资大浮起来 师爷说 一夜无梦 只是头疼 李说 古神的铜窗赞 Guten Talk 0000说 中央这是筑巢隐凤 这金凤凰 可不是大爷大妈 量力而行 万万不可贪得无厌 李说 自我检讨太多了 太严于绿脊的后遗阵 福克说 应该是有梦 您可能是忘了 钟大爷 LE说 原以为老钟书 龙眉大眼的 没想到啊 没想到 Roflow 这不叫出一半 应该叫共同富裕 薄欣 说 是的 有点这种利 他的意思才好 李说 外表粗豪 那里细腻 外表文雅 那里 出一半的都是奇强 没有自信的体现 迷眼的开口笑脸 何先生头疼 天点赠爱心 T&B1说 老钟书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天思彦说 我也是计划出百分之三十的 李说 何先生梦里 河水漫上了川 天思彦说 比老钟书有信心 T&B1说 田妈 认识您当年还没开户 薄欣 说 我喜欢齐薄 为他做点事 今天买了一堆化妆品骨 希望能捉个腰骨 天思彦说 这次郁闷就在于上周一没来得及抓住两千七百 否则我现在就走百分之三十 李说 你们发财 我同喜 笑到流泪的脸 黑底线路说 五千点的自信呢 田点 说 老何对你这个班长有微词了 字牙咧嘴的笑 对待好班族信心不足 天思彦说 我们搞制造业的有个百分之三十的净利润 那得每一整年 天不忘说 股市一天可以失到百分之三十 躺着数钱 钱来得太容易了 天思彦说 在我们眼里 先收款是第一的 甲方画大饼 不好使 天不忘说 应收账款 天思彦说 预收也行 天不忘说 合同预收款 干事业劳心劳力 炒股只需要劳心 天思彦说 啊 我也没劳力 也是就敲敲键盘 天不忘说 东北田吗 Simon说 这也可以啊 话说这方面 我完全不了解 大有啥化妆品龙头 天思彦说 那几个搞化学的吧 Fox说 说的就是在下 天思彦说 羊肉泡馍都没舍得加肉吧 薄欣说 破莱雅 但我没买它 我买了长得慢的供应商 甜点 说 薄欣还是有研究的在 Fox说 不至于 薄欣 说 我跟你们学不少东西 Karen说 座位何先生第一天点点就 一直跟着的会员 我只能说 何先生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利说 人格的魅力 天不忘说 余总 很久不见 灾敏说 因为都是包自备嘛 喜极而弃 估值似乎已不低了 利说 霸天恭喜发财 笑到流泪的脸 天不忘说 炒股不能发家致富 除非是游资大神 炒股不能发家致富 除非是游资大神 Z敏说 第一天就跟的话 现在是四年加 还是已经五年了 事业说 我检讨自己 开始怀疑自己 再不超预期 我真有点焦虑了 TN伯旺说 上证50ETF 涨幅度只有10% 上涨太慢了 何老板要是开通A股 会被风涨吗 利说 被付得太多 TN伯旺说 泄露天机太多 Z敏说 300%再走不迟 反正你的也是长线资金 TN伯旺说 田妈被套了 就做他们的股东 Z敏说 不套就是踏空 TN伯旺说 这几天没有踏空的 Z敏那说 周六八点 冯盛平说 严淮老先生这个很精彩 何老板访谈严淮时 感觉老先生是个性情中的人 敢说敢为 实事求是 很有意思一位老爷子 TN伯旺说 一般看到才出手 基本没有踏空的 冯老师学识渊博 财富舞车 说话自然有分量 Z敏那说 股神 田点 说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TN伯旺说 空仓等待时机 几个指标共振才进场 不过现在瞎买都赚 田点 说 几十年了应该也好几轮牛市 想必早就靠股市赢得盆满钵满吧 要开火 习近平大悟 中国出了大问题 习近平是将中国加速崩溃 还是加速提升中国经济技术的升级 华尔街论台 李奇 兴东 小羊 和平 Z敏说 三倍收益 即便不在牛市很正常 TN伯旺说 三千倍才是股神 Z敏那说 这气魄 不敢恭维 Z敏说 被套阶段 就是在氧气 我说的三倍收益 对应的是投资 不是炒股 田点 说 都谈不到一块的 没被套住 哪来大回报 想当然的 收益是靠五出来的 Z敏说 如果一个投资标的 没有三倍的潜力 这当然是主观的 那就不值得投 投了 除非基本逻辑发生重大变化 或者出现更好的标的 否则不应该高频交易 TN伯旺说 会买也不会卖 也赚不到钱 也容易被套 Z敏说 没错 卖比买难多了 Z敏那说 现在存款胜率低 像鸡肋 股市羊群效应已经产生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如何考虑一个适当点 仍然是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田点 说 买卖都有原则的 可以量化 没做到量化 就是凭感觉想象不靠谱的 Z敏说 股市里 至少港股 股息率5%以上 成长性良好的标的 不少 叶青 说 自由市场 讲究的就是 无形的手 天天盼着政府调控 不就成计划经济了 Z敏那说 居民存款达到 159万亿人民币 四天时间 股市近了10万亿 天不忘说 误道吧 中年们 Z敏那说 必要经济干预很正常 还在讲市场 这个无形的手 知识结构老化了 叶青 说 必要经济干预 当然必要 但一些问题 不是必要干预的 一些问题市场 可以自动消化 就不该让政府 强行干预 就好像医生建议 小感冒 不需要抗生素一样 Victor底县利说 老赫昨天晚上 点点说的 请客的自助餐在哪 不在长岛上吧 听起来性价比超级高 听得都馋了 想得去尝尝 妈又不冷意说 一直独秀 Z敏那说 上线下线的概念 允许在某个范围内 超过或低于某个点 就要干预 我理解就是这个概念 实际说 纽约上周 也会荒惠的商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并且是50秒